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礼拜六它的字是深绿色 然后它的底是浅绿色 礼拜天的话可能是一个红色的字 然后黄色的底像这样子 那你做好一个之后的话黄色的底 那你有52周吧 你总不可能说你一个一个慢慢做 但比较聪明的人是用复制格式 可是复制格式你还要一个慢慢做 而且复制格式还分两种 一个是点一下 一个是点两下 点一下只能复制一次 点两下是可以连续复制 当然比较聪明的做法是点两下 不过你还知道什么 点 点 有没有 一直点 那也是很累人 所以不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不OK 把它back 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样比较快 当然你要用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里面的最下面这一个 上面几个你们可以找找看 没有跟礼拜六礼拜天有关系的 因为记得要先告诉他说 你要设定格式化条件的范围 哪些是你想要判断的范围 判断的哦 意思就是说你要的是从A2 一直整个选起来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就整个选起来就对了 所以A 游标放在哪里呢 放在A2这个地方 然后Ctrl Shift向右向下 实际上就整个选取就对了 或者你习惯选 不过我是建议你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因为如果你不会Ctrl Shift向右向下的话 可能有时候常常会选过头 选来过头了 又拉来拉去 如果你会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按住之后 向右再向下 这样很方便吧 OK哦 那第一个呢先把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再到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点一下 点什么呢 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公式怎么下 一样哦 等于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他没有办法说利用插入函数 产生哦 所以你那个公式 变成你要把它背起来 Week Day 或者你可以先眼力一下 那刮户后面呢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特别注意哦 你给他你选取范围的左上角那一个 那个是哪一个呢 就A2嘛 有没有 就跟A2 那这个意思是说 他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他会先帮你从A2开始 做什么呢 一个一个的帮你检查 检查什么呢 如果他的条件是为True 他就帮你做你要的格式 所以上面是一个规则 下面是一个格式 这个为True的时候 比如说他是为True 他就是格式 如果不为True 他就不格式 他就他就换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哦 那你要告诉他说 如果当这个等于是当什么 礼拜 假设礼拜六好了 等于多少 等于7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一定是两个等号哦 前面那个等号是有点像一个条件 当后面的话呢 是后面这个后面的逻辑为True的时候 他才去帮你设定什么格式 字的话呢 比如说是这个深绿色的 填满的话呢 假如说是浅绿色的 OK应该可以啦 反正这颜色你自己挑一个没关系哦 他就这个颜色 我可以把这个公司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礼拜天可以拿来用 确定 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礼拜六OK了 那因为我还要做礼拜天啦 所以我不要再点下去 因为点下去要重来要做重选 再一次 再新增第二个规则 所以如果你有两天 那你要另外再起一个逻辑 那把刚刚的规则贴上 没有办法按右键 所以你直接Ctrl V 贴上 逻辑等于1的时候 OK 这应该可以了解啦 然后呢格式的话呢 就是字的颜色是红色好了 填满的颜色是黄色 好才是这样子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全部一次就帮你全部格式化完成了 OK 应该没有问题啦 好 好 OK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